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圆圆 双十一来抢8888元大红包 点击简介链接直达红包会场 《红楼梦》重聚越来越难了 甲荣扮演者突发心脏病离世 欧阳奋强悼念隐言 本文主笔 小星星87版《红楼梦》甲荣扮演者去世11月1日 曾在87版《红楼梦》中饰演甲荣的男演员杨俊勇 因为心脏病突发离世 享年不到60岁 消息一出不少网友为之落泪 87版的《红楼梦》 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经典之作 也是被网友们称为最成功的一版《红楼梦》 因此杨俊勇的离世 对喜欢《红楼梦》的观众来说 无疑是一记重创 或许对很多年轻人来说 杨俊勇这个名字会很陌生 但无法否认 杨俊勇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演员 他不仅有精湛的演技 还有敬业的精神 对每一个角色都是用心研究 将自己带入近角色之中 从而为观众们呈现出最精彩的演绎 杨俊勇年轻时候的长相 相当帅气 浑身散发着文质彬彬的气质 书生气息浓重 让人看了难以一开视线 大学毕业之后 杨俊勇刚好看到电视剧《红楼梦》招人的信息 便前去应聘 没想到被导演一眼看中 被安排进了剧组出演贾荣这一角色 也成为了很多观众心目中的迎评经典 在出演贾荣走红之后 杨俊勇在业内打开了自己的知名度 不少导演都愿意与他合作 给他机会 因此杨俊勇还曾出演过多部影视作品 比如《三国演义》中的曹丕等人 杨俊勇精湛的演技 曾收获了不少网友的喜爱 甚至不少人称杨俊勇的演技很稳 让人看起来很舒服 在得知杨俊勇离世之后 网友们纷纷表示难过 不光自己发动态悼念杨俊勇 甚至还有不少人跑到 《红楼梦》贾宝玉的扮演者 欧阳奋强的动态下面 缅怀杨俊勇 本以为有朝一日还能看见《红楼梦》剧组重剧 但如今来看 已经成为了一种奢望 在得知杨俊勇的离世之后 饰演贾宝玉的欧阳奋强 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悼念好友 并配上了自己跟《红楼梦》 众多主创人员的聊天内容 在这些聊天内容中 大家对于杨俊勇离世这件事都表示难以置信 并在群里对杨俊勇表示悼念 胡燕表示 在8月份的时候还曾和杨俊勇聊天 没想到才几个月就传出这样的消息 希望《八十七红楼梦》群里的兄弟姐妹们 可以好好照顾自己 确实我们熟悉的《八十七版红楼梦》的演员 已经有很多人都离开了我们 在今年9月10日 在《红楼梦》中饰演贾政的男演员马家祺去世 让人难以接受 但没想到大家还没有从马家祺离世的悲伤中走出来 就再度传来贾荣杨俊勇离世的消息 着实让大家一时无法承受 杨俊勇曾说 自己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 因为工作繁忙而没有顾及到妻儿 是杨俊勇一直以来的伤痛 在5年内 杨俊勇承受了自己父母及妻子的相继离世 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 将儿子送出国读书 但没想到孩子才刚刚长大 杨俊勇就因为心脏病离世 真不知道杨俊勇的孩子该如何面对这一切 如今 逝者已逝 只希望活着的人可以早日走出伤痛 积极面对生活 这才是离开的人最想看到的画面 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谢谢